在我们看节目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主持人 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职业 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 这些主持人的随机应变能力是非常高的 让我们大家最关注的主持人应该就是央视主持人了 说到央视的女主持人 大家首先就会想到董卿 这不就消极成 董卿被曝离开央视 听听央视员工怎么说 原来这么简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董卿主持过非常多的央视节目 也被大家称为央视一姐 还多次获得过央视十家主持人的称号 相信大家在最近的时候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董卿主持的节目了 所以就有人爆料董卿已经离开了央视 听听央视内部员工是怎么说的吧 董卿可以说是一位才女了 她的主持功底是非常强的 而且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在央视的节目上 很少能够见到她的身影了 这就让很多网友们觉得 董卿可能离开央视了 但是据说她目前仍然在央视工作 网上的爆料也都是假的 之所以很少出现在荧幕当中 是因为她觉得应该把更多的机会 让给一些年轻人 她现在也从目前转到了幕